另外直播平台 因为在疫情期间 他们不断的成长 但是在疫情之后 人流部分回归到线下 直播龙头Each Life就表示 虽然2023年财报显示 他们的电商 还有新的APP游戏策略推动成功 高速成长达到了35% 但是疫情之后 厌恶受到严格的挑战 他们的组织架构 还有人员也即将要调整优化 台湾区将要面临到裁员 不过具体影响多少人 目前还没有公布 专家也说了 传统的直播模式 没有办法一朝走天下 如果不求新求变 很容易面临到淘汰的中心 镜头前唱着歌 弹着吉他和粉丝互动 说到直播平台 Each Life绝对榜上有名 唱歌和聊天型主播 最受粉丝青睐 不但有稳固粉丝群 收益也很惊人 但如今平台传出坏消息 直播互动娱乐平台 Each Life四号发布宣明 虽然二零二三财报显示 电商与新的APP游戏策略 推动成功 高速成长百分之三十五 但以后台湾业务状况 受到严格挑战 二零二三年度集团 竞损二点四七九亿美元 相当于七十八点三 九亿新台币 公司在台湾区将进行裁员 目前已经启动 具体裁掉多少人 则还是未指数 疫情期间直播电商 等依赖网路产业迎来大幅成长 但如今疫后红利结束 线上人流逐渐回归线下 专家认为传统的直播模式 如果不求心求变 难免面临淘汰窘境 目前直播平台表现亮眼的直播主 收入非常可观 以Each Live来说 十二元平台专用的宝宝币 就等于一元新台币 单日排名千三 第一名日收将近五百万 第二名跟第三名也分别单日 近账十五多万元和五万多元 虽然需要和平台分论 但收入仍旧非常惊人 带起知名度后 主播也有可能转向 自主式的个体直播经营 以直播平台方来说 如何在大环境的转变下 扩大服务内容 增加营收成为下一步核心挑战 华智新闻澄清算朵一转 特别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盈彤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智新闻的YouTube频道